哈喽大家好,我是罗石屋 今天的死神人物志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失魂界最吊耳郎当的潇洒强者,金勒春水 金勒春水是胡亭十三番队现任的总队长 也是前第八番队的队长,是金勒家族的二当家 平日里总是穿着一件女款的粉色花羽织 带着一点梭力,一副吊耳郎当的样子 让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为实力强悍的队长 金勒的斩破刀,名画花天狂鼓 是失魂界仅有的两对双刀斩破刀之一 实节状态是将儿童的游戏变成现实 拥有斩鬼,游戏双方谁战的相对高度越高 谁的攻击力就越强 赢鬼,是游戏双方可以通过敌人的影子进行攻击 厌鬼,游戏双方说出颜色 颜色面积越大的一方,受伤越严重 最强的食人史塔克就是败在这一招上面 布导温,在触碰属于敌人的物件后 喊求不到温倒了,即可以来到敌人身边 这几个技能 而且这几个技能刚好对应上了日本传统的无鬼游戏 踩高高,揪影子,拆颜色以及捉迷蚕 万劫的状态只是花天狂鼓哭松心中 是将成人的游戏变成现实 就像戏剧一般,第一幕为丑丑三分合 是男人与女人约定,一同殉情 但迟迟没有动手,于是留下了伤惨 效果是与敌人共享伤害,但并不会造成自身的死亡 第二幕为惭愧之辱 后悔让女人受伤的男人,因惭愧而染上不治之症 从此卧床不起,效果是让敌人中毒造成持续性的伤害 第三幕为断与冤,是相爱的二人做好觉悟,一同投合 效果是与敌人一起投入合中,直至一方伶压殆尽而亡 这一招不分敌我,最终幕为四怯加血染红 直接给对手封猴的一击 也正是因为万劫的不分敌我以及寓意 服务主说,金乐的万劫并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 金乐春水是金乐家族的二当家 属于世家家庭,从小便是吊儿郎当的大少爷 被其家人强制送到了真央林树学院 来到林树学院的金乐依旧是吊儿郎当 到处闯祸,调戏女同学 甚至闯入了总队长的房间 但也是在这里他展现了过人的天赋 将学院里的各项技能全部学满 并且和好友福祖二人 一同将林树学院所有的记录都给刷新了一遍 毕业后的金乐来到了八番队 自此谁都没有想到吊儿郎当的他 却是整部作品中最细腻 以及活得最明白的那个人 同时他也是承受着最多的那个人 原来金乐的哥哥爱上了被称为神之后裔的 一世家的长女 也正是这段感情 让原本不和的兄弟两人解开了矛盾 但是与这个家族成婚的男子 基本上都因年早逝了 哥哥也没有例外 在与嫂嫂成婚不久后便病死了 临死前将嫂子送的发簪以及家庭托付给了他 而嫂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受家族诅咒的影响 便将祖传神器托付给了他 自己也由于遗失神器被处死了 侄女一世七绪也被一对老夫妇收养 扛起了一切的惊乐 将嫂子的花与汁永远地披在了身上 将哥哥以及嫂子共同拥有的发簪分别别在了发间 以此来提醒以及纪念自己重视的二人 背负其这些家族中无人知晓的秘密 也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吊儿郎当 以及有些变态的大叔 并且也将长大且拥有极高轨道天赋的侄女 一世七绪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成为了自己的副队长 在一户等人潜入失魂界的时候 遇上了落单的茶都太虎 一击便将茶都给击败了 在一世准备补刀的时候 早已看透一切的他阻止了一世的动作 并且只将茶都太虎进行了收押 在双击的时候 尽乐连同赶来的扶竹 共同将双击的处形台给毁了 并且与自己的恩师三本总队长 直接并任相向 也是在这里 尽乐第一次解放了他的花天狂鼓 只可惜还未开打 便遇上了蓝染的叛变 虽然早已经料到 但也终止了师徒之间的对决 在工作厅大战中 尽乐面对的是拥有最强实力的 第一时任史塔克 起初的他与史塔克并没有再认真的战斗 只是简单的过过招 在看到众多队长万杰后 对万杰产生兴趣的史塔克直接归任 想要逼出金乐的万杰 却被扶足阻止了下来 表示金乐的万杰 并不适合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使用 在扶足被汪达怀斯暗算之后 召集的金乐也被史塔克一枪受了重创 此时假面军团的及时救援 给了他喘息的时间 重新加入战局的金乐 终于开始用出了斩破刀石解的技能 用斩鬼、银鬼以及燕鬼同史塔克周旋 最终也是用了燕鬼中风险最大的黑色 成功将史塔克击溃 在后面与众队长以及假面军团 一同对抗蓝染的过程中 与众队长一同被蓝染砍伤 在之后一护打败蓝染 成功封印了蓝染之后 也是随着众队长一同返回失魂界 并且因为丢失队长与之被三本老头训了一顿 在千年雪战片中 在一开始与新十字骑士团的 N.罗伯特阿九特隆战斗时 被射伤了右眼以及右耳 在得知三本去世时 也因为着急而受了伤 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 制止了碎峰与伯村的争吵 并且接受了中央46时的重新任命 成为了护停13番队的总队长 让初代剑八卯之花裂用生命 去唤醒根木剑八的战力 重整齐果与灭雀师大战 在第二次大战中 与哈斯沃德长时间对峙 直至哈斯沃德被尤哈巴赫换回 在蒲原等人制造通往灵王宫大门的时候 独自前往46时谈判 并以将其中一把无剑钥匙封印在心脏为代价 将蓝染从无剑封印中解除一部分 带到失魂界成为战力 并对反对的众人表示 用邪恶打倒邪恶并不是邪恶 为了护停之名 他将不择手段 随后在与众人来到灵王宫之后 为了让众人可以继续前行 自己使用了不倒温来到了敌人的身边 面对有哈巴赫的清卫队 有着万物贯穿之名的X历劫巴罗 用时节的斩鬼、银鬼以及厌鬼 让清卫队队长三次开了眼 释放了完圣体的形态 神之审判 在这个形态下的X可以贯穿万物 不受阻碍 处于下风的清卫 只能与其进行游击战 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开启了自己的万解 花天狂鼓哭松心中 顿时周围的天空变暗 空气也变得寒冷了起来 清卫成功地将X带进了自己的剧本 用第一幕与X共享伤害 第二幕使其承受持续性的伤害 用第三幕耗尽了他的灵压 并用最终幕将其斩杀 但没有想到的是被打倒的X再一次复活 并且进化出了自己的最强形态 好在伊士及时赶到 并要求金乐拿出了属于他的斩破刀 原来伊士期许早已经知晓了金乐的一切 刀一直都藏在狂鼓身上 名字为神剑八镜剑 这把刀的用法便是横向持刀 利用刀面进行攻击的反弹 本身就是为了对付神而存在的 自诩为神的X被这把刀反弹回来的技能削取了一层皮 掉到了狮魂界被醒来的脊梁砍倒 最终伴随着有哈巴赫的圣别消失了 这也是金乐在整部作品中的最后一场战斗 纵观金乐春水的一生 看似掉了狼当 游手好闲中带着些许猥琐的他 却是整部作品中承受最多的那个人 他承担起了哥哥与嫂子之间的秘密 为自己的侄女保驾护航 他甚至承担起了整个失魂界 他没有医护以及店长这样的光滑 却是凭借着自身超级强大的实力看透了一切 总是一副满不在乎模样的他 却是最知道什么事应该怎么做的那个人 掉了狼当的他却是被托付最多的那个人 虽然托付给他一切的人都已经与他阴阳相隔 但他却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是最值得被托付的那个人 让我们一起牢记这个独具魅力的中年大叔 金乐春水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内容还行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